小女孩拼命的逃跑 因为在她的身后 有一群专门吃人的巨人刚刚睡醒 他们性格暴躁野蛮适序 但非常幸运的是 这群可怕的巨人们 并没有发现躲起来的小女孩 但不幸的是 这个叫大头的巨人 拿起了小女孩藏身的小汽车 夸夸几个垫步就带到了一个山坡上 只见大头巨人抬起大脚 夸夸一顿踩 然后一脚一个站了上去 而对面的老巨人也被放在了一辆卡车上 哭擦一下就被推下了抖笑的山坡 这边的大头巨人就像玩溜冰鞋一样 顺着山坡打起了出轮环 聪明的人都知道 这会是一场火化四箭的大碰撞 大头巨人是真残忍 看得我是心惊肉跳 好几天不敢睡觉 非常的完美 就这么一下 看着就让旁边的观众心情愉悦 高兴得不得了 可巨人的老大似乎还有点意犹未尽 想换个别的花样再高兴一会儿 但就在这时天空咔咔几个炸雷 瞬间大雨就倾盆而下 巨人们最害怕的就是水 有立马撑伞的 还有直接撑大树的 甚至还有拿山洞打掩护的 老巨人趁机让小女孩躲进了披乡里 然后夸夸几个大村就向远方跑去 而这边的巨人首领却在脚底板下 发现了小女孩盖的小棉被 跑远的老巨人带着小女孩穿过了一团迷雾 直接就来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这里就是老巨人抓梦的地方 每个颜色代表不同的梦境 有的忧伤 有的高兴 有的既黑暗又恐怖 甚至还可以把多种梦境组合 变幻莫测 他们将各种各样的梦境抓住 然后分别装在玻璃罐子里 最后带回老巨人的住处 可还没等歇口气 傻大个巨人就带着兄弟打上了门 这帮巨人非常的邪恶 专门吃人 拿出了一个小女孩盖的小棉被 让在场的巨人挨个闻了一闻 这些外观裂枣干别的不行 但是嗅觉是非常的灵敏 大手一挥就开始分头寻找 他们随意的破坏老巨人家里的摆设 这些好不容易抓回来的梦境 就被这些野蛮的巨人无情的破坏 老巨人也是敢怒不敢言 他只能尽量的保护小女孩不被发现 把她藏在了树洞里 但是傻大个巨人的鼻子太过于好使 很快就顺着气味找到了小女孩藏神的树洞 他用手指头在里面寻找 看来傻大个是把自己当成了啄木鸟 老巨人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拿起烧红的大铁签子 罩着巨人的屁股就挨个怼 并且用他们最害怕的水 将他们全都赶出了洞穴 小女孩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可当她无意间看到女王的画像的时候 突然想到了一个对付石肉巨人的好办法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计划 那就是给他们的女王制造一个无比恐怖的噩梦 来帮他们消灭石肉巨人 为了让梦境更加的真实 老巨人将多种梦元素组合 将石肉巨人吃人的画面更加的深刻 还将小女孩和自己也放进了女王的梦中 然后偷偷来到女王的寝宫 又吹梦大喇叭 把精心之作的噩梦吹到了她的身体中 到了早上 女王被噩梦惊喜 她把梦到的一切告诉了她的助理 而助理却惊讶地发现 女王梦到的事情竟然真的发生过 而更不可思议的是 女王按照梦境的指示打开窗帘 竟然真的出现了梦中的小女孩 有点意思 难道还真能看到巨人不成 果然伴随着小女孩大喊一声 和梦中丝毫不差的巨人也真的出现了